全球知名轎车平台优步多年来争议不断 先前常引发计程车产业不满抗议 现在又面临内部机密文件外流 从2013年到2017年超过十二万四千份 包括电子邮件对话记录等等各式文件 揭露优步积极向全球扩张过程中 如何忽视法律秘密游说 每年有高达九千万美元预算 用在游说各国政要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德国总理肖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宏 法国是优步第一个进驻的欧洲国家 2014年刚上任经济部长的马克宏认为 优步会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成长 在修法上力挺优步 还提供相当多的优待 马克宏所处政党党魁 跳出来澄清绝无此事 因为没有反共产党 这把货也烧到欧盟执委会 前任副主席科洛斯也被点名 在卸任前曾替优步秘密游说 有可能已经违反了欧盟的道德规定 优步发言人则表示 过去确实有不符合目前企业价值观的行为 坦诚经营上有许多错误 但一切合法透明 绝无秘密游说 华载新闻 独起码独告编译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